每日福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每日福音 我是薇薇 今天是常年期第三十周 十月三十日 星期二 福音经文在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 那时候 耶稣对群众说 天主的国像什么呢 我可以把它比作什么呢 它就像一棵芥菜种子 有人拿了撒在自己的园子里 它长大并成为一棵树 天空的鸟也在它的枝上竹巢 耶稣又说 我可以把天主的国比作什么呢 它好像笑母 妇人拿来揉近四十五公斤的面粉里 直到整个面团发酵 听完今天福音之后 可能有的人会很好奇 究竟这个芥菜种子 酵母和天国之间 有哪些共同之处呢 一粒极小的芥菜种子 竟然能够长大成数 而一点项目 也能够使整个面团发酵 同样 天国在人心一开始也十分地微笑 但却越来越有吸引力 能够使人改变 而改变也为我们带来成长 这种改变来自于内在强大的活力 那些接受天主圣言和恩宠的人 就拥有这份活力 能够将自己转化为生活的项目 改变周围的人和事物 信仰是我们从一粒微小的芥菜种子 看见一棵大树 也是我们在脆弱的生命境遇中 在失望和受考验的时刻 看见希望以及天主的大能 您认为呢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泉源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观看